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曾经帮助许多人解决难题 对抗邪恶势力保护人民的安全 他们的事迹被后人传送不衰 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象征之一 千里眼与顺丰尔 各庙与千里眼的颜色不仅有传统绿色 还有黑的 凌薰黑板 深蓝的 顺丰尔颜色也没统一 正边或龙边 大边通常是右边的称作千里眼 副边或虎边 小边通常是左边的称作顺丰尔 千里眼为青面绿衣 右手直辅 头上有两只脚 左手横在前额眺望远方 顺丰尔为赤面红衣 左手持戟 头上只掌一只脚 右手指着耳朵 二位将军目似同龄 齿如短剑 身高丈瑜 身若同中 来去如飘风闪电 为妈祖的两大助手 千里眼将军 大多称为晶晶将军 右手持插或斧 手举极额前做远视状 顺丰尔将军 一称水晶将军或称柳晶将军 手持一方天画戟 一手侧耳做听音状 千里眼一指 可以看见千里以外事物的眼睛 顺丰尔一指 能够听到随风而来声音的耳朵 千里眼又称晶晶将军 顺丰尔又称水晶将军传说 因为原来是桃花山上扰乱地方 危害百姓的妖精 金八祖收服而成为随家的将军 一般右边龙边的都是千里眼 左边虎边的都是顺丰尔 但也有例外的 北港朝天宫的千里眼将军和一般常见的颜色颠倒 朝天宫的千里眼将军为红色 顺丰尔将军为绿色 据说在朝天宫的历史资料照片中 就可看见从过去到现在就一直维持这样的传统 相当特别 以下为传说几种对于千里眼与顺丰尔说法 部落战争与妈祖降服 据传说 千里眼和顺丰尔本名高明和高绝是兄弟俩 在古代 人们的生活十分艰苦 各部落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 男子们必须承担保护老弱妇孺的责任 在一次部落战斗中 高氏兄弟不幸阵亡 后来 他们成为了孤魂野鬼 一天 兄弟俩无意中来到了桃花山 看到那里的风景优美 灵气充足 于是就决定留下来 并努力修炼 分别练出了千里眼和顺丰尔的特异功能 然而 他们急助自己的法力 成为了扰乱当地 危害百姓的妖精 一次 高氏兄弟在山上闲逛时 发现远处半山腰有个女子在采药 这位女子貌肉天仙 兄弟俩决定去捉弄她 但那个女子并不是普通人 她就是著名的林茉娘 茉娘听说桃花山上有两个法力高墙 经常捉弄附近村庄居民的妖精 便假扮成来此采药的女子 打算教训这两个妖精 当高氏兄弟出现在妈祖面前时 妈祖要求与他们一决高下 如果兄弟俩说了 就要答应妈祖从此不再出来作乱 如果妈祖输了 就任由这两个妖精夺取她常年修炼的成果 于是 他们展开了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 但高氏兄弟均不敌妈祖的法术 输得一败涂地 他们兄弟俩认输了 病历室要跟随妈祖 随时左右 从此以后 他们改邪归正 为百姓做出了许多贡献 英咒王属下将军 传说 千里眼和顺丰尔是兄弟 为英咒王属下的将军 胸叫高明 地叫高绝 高明眼睛能看明千里外之动静 高绝的耳朵能听觉千里外的声响 英咒王是中国商朝后期至周朝初期的一位国君 他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君王 也是商朝的衰落和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 他狂妄暴虐 荒淫无度 迷信巫术 残害忠良 最终导致了咒武王的起义和商朝的灭亡 在中国历史上 英咒王被视为一个暴虐的暴君的代表 被人们广泛谴责 英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 也是商朝的前身 七统治时期约为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 是中国青铜文明时期的重要时期 英咒王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君王 七统治时期较为混乱 政治腐败 残暴暴虐 最终被周武王推翻 周武王是周朝的开国君主 其统治时期为公元前1046年 至前1043年 他领导了周朝的军队 推翻了殷商王朝的统治 周武王以德服人 被尊为圣王 此统治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政治 文明的黄金时期之一 英周王手下有两位大将 名叫高明和高绝 他们原本是棋盘山上的陶金和流鬼 擅长妖术 高明以千里眼闻名 能观察千里之外的事物 高绝则以顺风耳之名 能听到八方的声音 商周王让他们加入战争 帮助袁洪和周国的江子牙作战 高明和高绝发挥了他们的能力 江子牙每说一句话都被顺风耳听到 每行一个动作都被千里眼看到 他们屡次破坏江子牙的计谋 让江子牙十分焦急 杨俭大将发现这两腰不寻常 便去拜访玉顶真人 请教如何灭腰 真人告诉他这两怪的来历和灭怪之计 杨俭回到军中 为了防止千里眼和顺风耳听到 他让军队武动红旗 雷鼓鸣罗 以干扰他们的耳目 然后他才向江子牙传达玉顶真人的计策 江子牙听后大喜 立刻执行计策 当晚 高明和高绝率领士兵前来袭击周营 但是江子牙早已有所准备 让士兵团团围住千里眼和顺风耳 让他们无法施展妖术 最终江子牙拿起打神鞭 把他们打得粉身碎骨 随后 他派三千士兵前往棋盘山 把桃树和柳树都挖走 放火焚烧 断绝了这两怪的腰根 千里眼和顺风耳死在战场上 浑灯桃花山 变成所昏的厉鬼 有一次 他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被轿子抬出去当供奉的牺牲祭品 原来有两位大妖在某山村为非作歹 要每年有美女寄贡才肯罢休 林茉娘毅然以自身替代该姑娘 被抬前往附近 两位大妖见林茉娘貌美之力 心中大喜 不料 这位姑娘却毫无畏惧 庄重地对他们说 你们要弃邪归正 不能再危害百姓 两大妖见姑娘心诚意善 但也不过是女儿身 因此丝毫不予理会 林茉娘见此两妖 玩话不灵非给一点颜色不行 乃约两妖笔划一番 两妖身材睽萎 力大如牛 而且成妖甚久 也非等闲之辈 立刻摆出架势来 不料才过几招 均为林茉娘化解 而且 林茉娘招数高绝 两妖见苗头不对 欲作抽身计 那想到说时迟 那时快 林茉娘的指头往天空一指 一块数千斤的巨大岩石 力时直飞而下 盘旋于两妖头上 两妖这时才跪地求饶 愿改恶归善 永远做林茉娘的随从 一同替天行道 这两妖就是目前随似在 妈祖身旁的千里眼与顺风儿 梅州岛西北方妖怪 据传 在公元982年 农历人五年 梅州岛西北方的桃花山上 有两个奇怪的妖怪 他们的外貌争鸣 眼睛像铜铃 牙齿如短剑 身高达一丈有余 声音像铜钟 行动如飘风闪电 经常出没作祟 千里眼和顺风儿 是西北方的金金和水金 分别擅长使用 火眼和听觉超群的能力 这两个金怪 常常在西北地区作恶 对当地人民造成威胁 墨娘带着同府等物上山 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墨娘念动神咒 拿着仇帕一扫 两个妖怪眼花身臂 投降认罪 愿意回归正道 在妈祖身边修行 并辅佐妈祖驱邪政恶 模糊众生 其中 千里眼姓金 顺风儿姓刘 到了青铜制八年 公元1869年 他们被封为将军 由于他们原本是金怪 因此千里眼和顺风儿的外表 相当凶恶 而且后脑勺上 既有黄色的高钳 象征他们的原本身份 施矿和梨楼 施矿和梨楼是元朝时期的两位奇人 据说他们身上都拥有异能 施矿是一位音乐家 他的双目失明 但却对声音非常敏感 他可以听到常人所听不到的声音 比如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草木间虫鸣的声音 甚至可以辨别不同动物脚步声的差别 他的耳朵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录音机 将所有声音都记录在心中 成为了古代音乐的大师 而梨楼则拥有非常强大的势力 据说他可以看见千里之外的东西 他可以清晰地看到 远处动物身上细小毛发的尖端 甚至可以看到天际线上微小的变化 他的眼睛就像是望远镜一样 能够观察到常人所无法察觉的事物 之后世人并给他们封号为千里眼和顺风儿 千里眼顺风儿是中国神话中著名的神仙 拥有千里眼和顺风儿的神奇能力 他们的能力让人们对他们崇敬不已 并且经常被用来形容对事物观察敏锐 和聆听能力极强的人 比如说 我们常常会说他就像是有千里眼 顺风儿一样 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观察和聆听 千里眼顺风儿的传说 不仅是一个美好的神话故事 更是一个人们对于神奇能力的向往和追求